两岸民众其实都看得很清楚 谁在万土分裂国家 谁在努力振兴中华 谁在谋独挑衅 谁在促进两岸和平 谁在干当外部势力棋子 谁在增进两岸同胞福祉 这是背离民主的本质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持续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各领域的融合发展 坚定推进国家统一大业 我们要送给民进党当局两句话 统一是大事分裂岂能长 台独是绝路恶行中遭暴 多样富有成效的两岸经贸交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